9月14 一點半 我來領我的 我買的那個娃娃 超酷的欸 它二樓就直接 其實這裡是三樓 就直接一區是放這個 我要現在拆嗎 這是一隻睡著的湖 貓頭也 松果 1點57 我現在要去吃港點 然後我剛才又投了一家市中心的 叫做黑羊咖啡 它在學校附近有一家 然後我進去之後它 它門口雖然有QR Code 而且QR Code說它沒有在找人 可是這家店好像其實沒有在找人 是那個裡面的店員 跟我說我可以去找外面的QR Code 那我現在想要去吃港點 港點就在 就是那一棟綠色的那一棟 我覺得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焦慮 就是 我很怕我把 我的薪水吃光 因為我每天都在吃吃喝喝 我真的很害怕 我把我所有東西吃光 我覺得這真的是我最大的焦慮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找到下一個 然後我當然知道說如果我 就是八月十七一說離職就開始找 我可能現在還不會那麼焦慮 可是 你知道人生就是很多誰知道 我現在後悔來不及啦 啊我每次都做一些很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我有什麼辦法 自暴自棄 先吃港點 先吃港點 我今天是 今天是禮拜四嘛 四五六日要上班 可是四跟五都只 只會上下午 就是晚上的五點到十點那一種 所以我等一下五點半要去打工 要去打工 好捨不得 欸這隻真的可愛到讚 這很誇張欸 這很誇張欸 Oh my god 很誇張欸 它有那個000的聲音 Oh my god 而且這隻才120吧 120台語 超可愛 超可愛 我的薪水全部都花在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我2023那年在格拉斯格的日誌影片 我寫了一本小說叫次等空姐 大概十萬字上下 已經全數上傳到靜文學的頁面了 如果有出版社願意出版 請跟我聯繫 謝謝 謝謝 小 alta 公夷